上禮拜主要是講到這個幾個重點 當然就是FOR迴圈跟壞耳迴圈 這個一定要非常熟悉 那FOR迴圈是你有一定的範圍 你用FOR迴圈 那如果沒有一定的範圍 你用壞耳迴圈 這個我想你一定要非常熟練 反正主要就是你要不斷的去 就是你要重複做什麼事情的話 就想到迴圈了 那之前我們有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那個 拆數字遊戲 如果你要不斷拆1到20 1到100之間拆一個數字的話 那你沒有限制 拆的次數你用壞 但如果你有限制次數的話 壞1冒號對不對 如果你有限制次數的話 你可以用FOR迴圈 所以以後你要了解 如果你要重複做什麼事 如果你知道結束值在哪裡 那你用FOR 如果不知道的話你用壞 就像說我們今天假如要把 有一個資料夾裡面的所有檔案 這樣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你可能不一定知道說裡面有幾個檔案 也許有可能 100個 明天100 100 數量不知道 那你用壞 壞的意思是說 當他找不到的時候 他就停住了 他就不會再合併了 那如果說你知道 有100個 那你就FOR I等於1到100 你也可以把它全部合併 OK 所以壞迴圈跟FOR迴圈的差異點 我想這個可能要了解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舉幾個 練習題 那個直數的 判斷 OK 那也有把它制定函數啦 所以制定函數你可能要了解 那 制定函數呢 它的開頭一定是DEF 有沒有 DEF開頭什麼名稱 刮弧 刮弧裡面如果空的就是不傳任何的引述 另外DEF裡面如果有Return的話就會有Return值 OK 所以特別是說 如果你那個制定函數裡面 你要看關鍵是有沒有引入值 就是 看刮弧後面有沒有放東西 有沒有Return 有Return就有返還 如果沒有Return 那其實他就是跑完就結束了 這個可能要了解一下制定函數部分 因為以後呢如果你的程式比較複雜的話 那就有可能怎麼樣 把某一些程式都獨立出來 變成一個制定函數 那開頭一定是DEF 這個我想 上禮拜有講過 你如果不太熟悉 請各位回去看一下那上禮拜的東西 另外的話還有Mind CAI 那這個所謂Mind CAI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那個1到 12月份的英文抓出來 那我是用Excel 你會發現Excel蠻方便 向下一拉 12個月的英文單字全部出來 那當然我 第一個要把1到12月的單字 是放在一個list 一個串列 今天也會講到串列 串列其實非常重要 串列實際上就是讓你放資料的地方 也就有點像Excel裡面的 一欄 或者一列 OK 縱向我習慣把它當一欄 比如說這一欄裡面就是放月份 當然你在Python裡面沒有Excel 不像VBA 我覺得VBA獨天獨後一點就是 他直接就給你Excel可以讓你存放資料 但是Python你要放資料就很麻煩 你要放資料你就只能放在變數裡面 OK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放外部檔案 或者是 之後我們還會講到 放在資料庫 SQLite裡面 不過好 似乎呢 如果跟VBA比起來 這一點真的很不方便 有些東西的話你沒辦法放 所以我們這個練習題的話是 把1到12月放一個串列裡面 然後呢用Rand數 Random Range 去跳出一個變數呢 問使用者一個問題說 請問這是幾月 的英文單次 那你要把它回答出來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的東西這邊都有 所以 這些我想應該都要把它熟練 像 上個禮拜 Month CI 其實就這一題 直接就把它執行 那他會跳出什麼 跳出那個 請問這是幾月 你要 答正確 如果不正確的話 比如說你輸入一個10 Enter他一定答錯了 那他 一定要你一直打 達到 答對為止 才會跳離的話 那所以我輸入11 Enter 就跳 September 應該是9月 OK 那他一定要讓你答 才會是正確才會跳出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那個 其實程式並不多啦 主要第一個 我們是 建立一個List 所以呢以後呢 假如你有很多個資料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List裡面 因為我第一個 他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所以我0把它控掉 1 2 一直到12 這個地方剛剛好一樣 另外的話用Random Range 產生一個乱數 1到 12嘛 他會1到 所以剛好產生1到12 那 讓他Input 問題是幾月 我輸入的話 假如輸入10 他一定是錯 錯的話 File等於0 所以他會一直不斷 當他輸入9 比如說9 我輸入的那個9 剛好他轉成 那個數字之後的話 比對一下 剛好跟那個 MANCE的月份 9跟9 Match 他就怎麼樣了 正確答案 底下呢 利用一個 Break 跳離 OK 這些簡單的技巧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慢慢要熟悉 以後真的沒有太多東西啦 反正就不外乎List 不外乎就是一個Random 或者是類似像 File回圈 File回圈這種東西 他會不斷的出現 那如果你要讓他 跳離的話 你可以用Break 或者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好像有講到說 如果你要讓他跳 整個跳離 他這個Break 是跳離這個回圈 如果你要跳離這個 城市的話 還記得吧 上禮拜講過 OS OS有沒有 你用OS裡面的 他有個點 底線 It is 瓜糊 還要記得吧 這個好像是在哪個地方 直速那一題吧 直速判斷那一題 那我們如果要跳離這邊是Break 我用了這個 OS底線 It is 裡面Status 補一個0 這樣的話 就整個跳離 城市 那這個有點像 比較像這個 OS It is 這也比較像 It is sub 如果以前我們學VBA的話 那那個Break 有點像 那個 就是 It is Wile 如果回圈是Fore的話 It is fall OK 那 VBA是 It is do It is do 就是反正跳離 Break的話 OK 那這個部分是上禮拜我們有提到啦 所以他猜數字遊戲 限制只能猜 6次的話 一定只能用Fore回圈 或者是說你可以 用Wile回圈 你可能要多一個 變數是count 一次 加一次 count 兩次 到第六次的時候呢 再跳離 不過 感覺起來 好像用Fore回圈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說你會有一個 次數限制 那用Fore我覺得比較精簡 那如果沒有次數限制 那會壞 所以這個要搞清楚是兩個 回圈之間的差異的話 那你以後寫出來 層次就會很漂亮 不會感覺好像奇怪為什麼簡單的東西 越寫越複雜 這你會看到有人就很簡單 兩三行就搞定了 有人呢 就寫一堆 OK 所以這個程式的精簡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我自己 自己有時候會看自己的程式 自己都覺得自己程式寫得很 脫泥帶水 我就會想要把它 再更精簡一點 所以 昨天還有同學說 老師你的程式寫得很 很什麼 很精簡 還是很簡 反正就類似那種 我的程式盡量還是又簡單 OK 好那其他的話呢 今天我們再接著來看 上個禮拜的程式 其實都在 你的雲 雲端白板裡面 第三個單元 最後其實有個制定函數啦 不過制定函數 這個我想請各位自己再練習過 下面有一個 MANCE CI 這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其實都上面都有啦 另外還有紙骰子 不過紙骰子我覺得這個 其實也類似 所以這個題目給各位當成那個 練習題好了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剪刀石頭布也是一樣 這上禮拜有講過 所以你會發現 剪刀石頭布其實也是 一定會有個List 一定會有個畫圍圈 然後呢再來就邏輯判斷 所以其實用來用去程式裡面喔 不外乎就是 放資料的地方 通常還是用List 然後回圈 邏輯判斷 即便是用VBA 寫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寫來寫去兩者之間沒有太大差別 那我有把一些題目做 轉換啊 當然我是建議如果回去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也可以把Python的程式 試試看把它改寫成VBA 像前面有一題那個什麼呢 BMI的題目 我有 把它改寫 也有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 回去你們也可以 自己在 像拆數字遊戲有沒有 我也把它改成VBA版本 不過 每個版本都要我來改寫 可能太花時間 所以有些啦 我覺得 大概我就是示範了幾題 其他的話 你回去有時間 你也可以自己在 鍛鍊一下你自己的功力 最後的話呢 我們後面有個自訂函數 那所謂的自訂函數 我們前面有用到 值數的那一題 值數這一題 我們有改成什麼 自訂函數 那自訂函數上面的話 就是 這個 自訂函數裡面 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 這個關鍵裡面呢 有沒有放資料 有的話呢 就是它會有一個引述 引述喔 就是說要必須傳給它一個東西 第二個東西的話呢 其實引述就是input 就是從這邊進來 那如果有return的話呢 那會有output 就是會return給這個東西到 它呼叫 比如說我這邊呼叫它的話 那如果呢 我就呼叫這個 自訂函數 那我要丟給它什麼呢 就是一個 一個整數啦 丟給它之後它會什麼 它會傳遞 引述 引述實際上就是傳過去 傳到這邊來 有個入口有沒有 所以假如說我輸入什麼 我上次有示範就是 這邊進來 我輸入了53 53就丟給這個prong 53 那53丟給它之後 53就傳給它了 所以這個53 會丟到這邊 它接到了 這個叫引述 那什麼叫回傳值 就是它判斷完 這個resout 預設值我給true 那什麼時候呢 會是 預設值這個resout 指的是是不是直數 如果true的話 表示是直數 不是的話呢 表示不是直數 那什麼時候不會是直數呢 就是它能夠被 所以 我們產生的這個 除了1 到它自己本身以外的 比如53就是 從2 到52之間喔 我跑回圈 能不能整除 如果能整除 那表示它 就不是一個 直數 那我其實只需要什麼 把這個resout給回傳回來 所以最後的話呢 它跑完之後 它的值還是true 因為它不會到這邊 因為都沒有被整出 所以它還是true 所以它最後 return有沒有 實際上它就return什麼 把這個true給return回來 所以這個地方最後 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true了 所以如果true的話呢 那就print了什麼 這個number 它是一個直數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那以後的話呢 就會像自定函數裡面喔 可能就會遇到就是 它有沒有引述 有沒有回傳池 如果沒有引述也沒有回傳池 那很單純 反正就丟給它跑完 就自己就結束了 那這邊我後面有一個 練習題啦 也在雲端上面 的第3單元 下面這邊有一個 照自定函數單元 那這個是利用什麼呢 攝氏轉華式 比如說我們今天攝氏 像今天溫度晚上又降低了 我看一下好像才23度吧 早上是30幾度 溫差也蠻大的 所以在端午節前 其實應該也不算換季 所以這個 衣著實在很難穿 所以很多人 在這個階段 比較容易感冒 但是如果像 攝氏轉華式 那假設在國外 像美國它就華式 我們這邊用攝氏 所以你 這兩者怎麼轉換呢 這有個公式 就是攝氏乘上1.8 再加上32 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這個規則 假設我要改寫 其實可以改寫 無隱速 也沒有 回傳值 所以底下我有寫這樣 你會發現 這個 制定函數 一定要寫在上面 這是規則一 一定要寫上面 由這邊去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 沒有隱速 也沒有 回傳值的話 也就是我只是在這邊執行 這個制定函數 它就自動幫我跑過來 沒有隱速 所以空的 所以這邊的話變成說 我的input 也要在這邊執行 我的output print 也要在這邊執行 這個是 沒有隱速 也沒有回傳值 下來的話 有隱速 沒有回傳值的寫法 那我如果說今天 我可以給隱速 所以隱速的話變成 在下方先input input完之後再丟給他 但是 執行完你就跑完就算了 所以print直接告訴我 華視是幾度 這個是沒有return值的 有隱速 沒有return值 這第二種形式 第三種形式是什麼呢 有隱速也有回傳值 就跟我們剛剛那個 直數那一題很像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有隱速 也有回傳值 它一定會有 刮物裡面 一定會有東西 隱速 有回傳值的話呢 那這邊一定會有return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要搞清楚 那你觀察一個 制定函數的話 你可以 看兩個地方 刮物裡面有東西 那就表示是有隱速的 有隱速你就一定要傳隱速給他 如果你沒有傳隱速給他 他就會失敗 他就會出錯 第二個return的話 有return的話 你就要去接他 如果你沒有接他的話 他就會產生失敗 所以如果有有引述的話 那我們就把 input放這邊 然後呢 我在這邊 print的時候呢 直接把 這個函數寫在這裡 先input給他 然後他return什麼 return 最後的結果 幫我丟到哪裡 丟到這邊來就好了 OK 所以喔 如果 不同的 制定函數 你就要用不一樣的方式 去撰寫程式 如果你寫的不同 最後呢 就很容易產生失敗 沒有問題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那 這個部分的話呢 跟 那個直數蠻像的 所以請各位練習看看 那 這個部分講完之後我們接下來就要看 VPA轉拍攝我們前面舉了蠻多的例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跳到那個 串列 串列就List 前面蠻多地方會用到List 所以這個List非常重要 List 字典 字典就Dictionary 那什麼叫Dictionary 顧名思義 就是 有一個 中翻英嘛 中文英文 有中文有英文 OK 所以變成說 其實喔 像我的理解 我是把字典當成兩個List 其實 List我把它看的是一欄 有沒有 一欄 那如果Dictionary字典的話就是 兩欄 一欄可能是像什麼 英文 一欄是中文 中翻英嘛 對不對 那就像字典一樣 字典打開來不就是 他的英文是什麼 他的中文是什麼意思 OK 然後再來就是檔案處理 檔案處理就是說 我如何去開啟外部的檔案 OK 所以 後面有一題喔 一鍵可以快速合併所有資料夾裡面的 文字檔 變成一個檔案 然後呢 再來就是資料庫了 所以這個單元還蠻重要的喔 因為後面如果你這些不會的話 以後你要處理網路上下載的資料 那就會有問題 你下載下來之後放哪裡 對不對 你要懂得怎麼樣把它存起來 OK 請各位先稍微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重點回顧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制定函數會有三種形態喔 沒有引數也沒有回傳值 還有有引數沒有回傳值 有引數也有回傳值 應該可以理解 引數還有啊 引數可以有兩個三個四個 你再加豆點就好了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都不用 VBA不用啊 VBA就豆點就好了 不用不用都不用 都不用 其實一般VBA也不用啊 VBA也不用擺 擺那個Value 一般預測就擺Value 除非你宣告他擺Reference 不過 VBA用到比較少一些 啊 因為 Python跟VBA蠻像一點 就是資料形態不用宣告 反正你第一次給他什麼 他就是什麼 你給他 自串 他就變自串 你給他 整數他就變整數了 OK所以這部分的話 大概要了解一下 OK 試一下 呢 呢 呢 谢谢大家